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说,主是美善的,他的怜悯永远长存。 这是主在我一个小时的意象中向我显现的第二部分。 我想告诉大家,你们体内有圣灵,他也会向你们揭示未来的事。 我是一名守望者,我在告诉你们我所感受到的圣灵对我说的话。 我们都是不完美的器皿,传递的是来自完美的神的信息。 当我们接收到信息时,水是纯净的,但当它通过一条有缺陷的管道时,水可能会显得有些问题,因为管道本身有缺陷。 所以,当神将信息传递给一个不完美的器皿时,信息本身是纯净的,但由于管道的缺陷,水可能会显得不那么纯净。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我会尽力做到最好,我仍在进步中。 我们知道,神是怜悯的,我会尽力告诉你们我在灵里所看到的,而不添加或删减任何内容。 我要对你们透明地说出,我为我的家人所做的事情,以及我认为我们应该做的。 我相信,根据他向我显示的未来,你们需要准备食物储备。 主告诉我说,Brandon,你需要准备好你的船,你需要准备好你的仓库,你需要为你的家人预备好这些东西,这是他对我说的。 我不知道你们的情况如何,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但他对我说,你需要为你的家人预备好这些东西。 他还告诉我要准备一些现金,准备一些食物和水。 他告诉我为我的家人储备几周的瓶装水,这是他对我说的,所以我去准备这些东西。 这需要时间,但我相信他会照顾他的子民。 如果你没有任何东西,也没有钱去买什么,那也没关系,神会照顾你。 但在我的情况下,我有一些额外的资源,所以我想为我们五口人准备一些食物。 我有三个孩子和两个大人,我认为如果你能准备一周或两周的食物,这是明智的。 你可以不断轮换食物,吃掉即将过期的,补充新的食物,比如罐装金枪鱼,它们可以保存很久。 当它们快要过期时,吃掉它们。 另外,它还告诉我一些可交易的东西,比如你有一个邻居,它有一只鸡,而你有一盎司银子,你可以用那盎司银子换一只鸡或一些蔬菜。 这是它在邻里向我展示的。 我还建议拥有一辆油耗低的车,每家轮能跑30到40英里。 现在我,有一辆SUV,它非常费油,所以如果你有能力,或许买一辆丰田或本田会更明智。 我对电动车并不感冒,我曾经有一辆电动车,但我不喜欢它,充电太麻烦了,而且充满电需要很长时间,大概45分钟,而充满电后也不能跑太远。 特别是天气非常冷的时候,电池的续航能力会大大降低,真的让我感到很担心。 就像你知道的,在炎热的时候,空调会大量消耗电池。 所以我知道有些人相信电动车,但它不适合我。 所以,如果你能有一辆油耗低的车,那会更好。 你应该询问你的医生,根据你的情况,确保有足够的药物。 如果你依赖某种药物来维持生命,最好准备一到两周的额外药物,以防万一出现短缺。 我看到,由于与中国的贸易战,一些药物会变得难以获取。 当他们对台湾采取行动,美国对此感到不满时, 我看到一些处方药不是所有的,变得非常难以获得。 所以,如果你需要某种降压药,糖尿病药物或心脏药物, 也许你可以跟医生说,提前准备一到两周的量。 或者,如果你有自费的能力,可能不是太贵,建议你直接购买。 我不是医生,我也不知道,我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些建议, 因为有些人确实非常需要这些药物。 如果他们当天没有服药,可能就会去见上帝。 我相信耶稣是医治者, 我相信如果你得不到药物,神会照顾你,你不会去世。 但我必须说,有些人的信心还没有到达那个程度, 让我们实话实说,有些人甚至不知道如何信靠神来获得两分钱, 更别说依靠神维持生命了, 因为他们的信心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成长。 所以,这不是在谴责你们, 对于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没有任何定罪。 我不是在这里吓唬你们, 我是在准备你们,让你们心里有个数, 我们正处在漠视, 未来的日子里阵痛会更加剧烈。 我建议你们要有所防范。 我告诉过你们, 在门上装大螺丝钉, 有些人问我们窗户怎么办。 我只是想拖延坏人的时间。 我看到在经济崩溃时, 人们在大城市里抢劫和偷窃房屋。 当一切都崩溃时, 我看到人们像疯了一样, 到处闹事。 我告诉过你们, 我看到人们举着标语说, 他们要求他们的权益, 因为社会保障一度, 被切断, 政府资助, 食品券等都受到了影响, 情况非常糟糕。 所以, 人们在闹事。 就像我之前说的, 当疫情期间, 人们为了抢购厕纸而疯狂时, 想象一下当时的超市货架。 我告诉过大家, 当时货架上没有任何食物, 只剩下蜘蛛网, 而且这种情况发生得非常快。 他们不得不把一个商店里的东西搬到另一个商店, 并且有武装警卫在场, 防止有人抢劫超市。 这听起来很疯狂, 但当你无法养活家人时, 人们会变得非常愚蠢。 所以你需要明白, 我相信宪法第二修正案。 如果有人试图闯进我家伤害我, 我会捍卫我的家人。 但如果你只是来要一杯米饭, 我会尽力帮助你, 但我的家人优先。 这就是底线。 如果你没有为自己预备好, 为什么要来抢我的? 就像那只去收集粮食并辛苦工作的小母鸡, 等到它烤好面包后, 其他动物都想来分一杯羹, 但它说不行, 这是为我和我的小鸡准备的。 那些不愿意花费时间和辛苦去为家人储备的人, 不是我们的责任去喂养他们。 你要确保你的家人也得到照顾。 神是一个能够增备的神,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但我必须说, 我已经看到即将发生的事情。 好吧, 让我回到意象中。 当主对我说话时, 我睁着眼睛看到了这些。 他告诉我, Brandon, 这次事件会持续更久, 情况会比人们预想得更加艰难。 人们并没有认真对待。 他说, 这将是一个延长的时间, 不会因为祈祷而消失。 他说, 这次事件将是一种唤醒。 他说, Brandon, 这将带来一次巨大的复兴。 人们在呼求复兴, 但他们的脖子僵硬, 充满傲慢与骄傲。 神想要召唤一群残余的百姓, 就像我告诉过你的, 这次是最后的呼召。 他在试图把后方的羊带回来。 你会成为那个跑向天赋的人吗? 出于怜悯, 我告诉你们, 我们不会成为一个山羊国家。 他说, 我们开国元勋的祈祷仍然在他面前。 他说,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不是我的审判, Brandon, 而是一场震动, 这将唤醒那些沉睡的人。 耶稣对我说, 他们沉睡了, 我将唤醒教会, 唤醒百姓。 我看到没有教派的界限, 无论是进行会, 卫理工会, 天主教, 还是圣工会, 大家在这一刻团结在一起, 就像二战期间, 大家齐心协力一样, 妇女们走进工厂工作, 只是为了维持一切的运转, 每个人都尽力作为一个美国人, 来保持国家的运转, 为我们的军队制造物资。 我在灵里看到的景象是, 基督的身体和尔唯一, 没有任何教派的界限, 所有人都作为基督的身体团结在一起, 这不关乎什么灵恩派, 也不关乎什么寻求友好的教会。 我说的是基督的整体, 因为人们处于绝望的状态, 这就是我在灵里看到的, 它非常美丽, 因为我们在爱中行动, 在这些末世之中, 正是这种爱的行动将带来神的荣耀。 如果你稳定, 扎根并植根于爱中, 你将看到神荣耀的显现, 这将需要我们行在爱中。 那些天使告诉我, 耶稣在天上最看重的, 就是我们如何在爱中行事。 你如何对待你的弟兄? 你是否以敌意对待他们? 你是否在苦毒、 嫉妒、 骄傲和傲慢中行走? 还是你在爱中行走? 主说, 你不必担心别人怎么说你, Brandon只要继续在爱中行走, 因为爱不记得所受的伤害。 要像爱自己一样爱你的邻舍, Brandon, 要爱他们, 我告诉你, 这并不总是容易做到的, 但我们必须这样做。 我看到人们在社区中团结起来, 互相帮助。 这就是我看到的, 我只是在告诉你我看到的东西。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看到这些, 但我看到的是Brush Harbor教会。 我查了一下, 这与迫害有关。 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我不想多谈, 但这是我看到的。 我看到乡村教会像是在偏远的农村地区举行的复兴活动。 那些教会就像是用甘草和帐篷搭建的, 不是现代的大型教堂, 而是Brush。 Harbor教会, 那是我能想到的唯一的描述方式。 我看到的复兴活动都在乡村, 那里的草长得很高, 像圣草一样, 我看到人们在这些田地中举行教会活动。 这些教会看起来像是老式的五旬节教会, 女人们不化妆, 头发扎成发际, 非常圣洁的样子。 这就是我看到的, 我只是尽量描述清楚, 我不想冒犯任何人, 但我只是向大家讲述我所看到的, 这就是主向我展示的。 然后我还看到旧时的复兴活动。 接着, 主向我展示了拖拉机, 巨大的联合收割机和庞大的拖拉机满是灰尘, 停在田野里无法动弹。 我看到耕过的田地上没有任何作物。 我原以为这只是在某个地区发生的事情, 但主带我俯瞰整个美国从西到东, 没有一块农田里有作物生长, 所有农田都完全荒芜, 风中吹着尘土, 到处都是灰尘, 因为没有作物。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拖拉机都不动了。 然后主对我说, 没有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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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重复了三次, 说有旱灾, 没有水。 我看着德克萨斯州, 以及那里附近的地区, 整个平原地区都有旱灾, 我看到那里没有水。 我不确定这是否是由于旱灾, 或者是没有种子, 还是拖拉机没有燃料, 我不知道, 但没有任何主要的农业活动。 我还看到每个家庭 都有一个小菜园, 无论是小的还是大的, 用来供社区或家庭食用, 他们的后院或前院种着西红柿, 卷心菜或其他可以种植的东西。 但就像你知道的那样, 这是一个小块土地, 不是很大, 只是一个小块地。 大家都在努力种植一些东西, 来养活家人。 不管是在前院还是后院, 每个人都在种点什么东西。 这是主向我展示的, 人们只是为了生存, 努力种植一些东西。 然后主向我展示了杰罗姆, 鲍威尔, 我看到他在尝试操纵我之前, 告诉你们的那个大气球。 他在慢慢放弃, 试图不让气球爆炸, 但他在慢慢控制它。 他在试图操控这个气球, 让它尽可能维持下去, 一边放弃, 一边再吹点气进去。 他在这个意向中, 汗流加倍, 然后主对我说, 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切, 上周五损失的两万亿美元, 和周一损失的一万亿美元, 这是布雷斯顿, 希克斯, 甲性阵痛, 真正的阵痛骸。 味道来, 这是甲性阵痛。 他还说, 他们会尝试控制局面。 接着, 我看到一个山谷, 它被分成了两部分, 两边都是黑暗。 我看到杰罗姆走在这个山谷的中间, 这是一条尘土飞扬的土落, 他在上面走着。 两边各有一堵墙, 而在一边, 有一个人, 他的名字是奥巴马, 就这样说吧。 我看到他在后面, 影响着杰罗姆, 告诉他该怎么做。 而在另一边, 是欧洲的一些人, 他们是非常大的商人, 在指挥他做事。 他们对美国经济有兴趣, 是一群人, 不只是一个人。 像我在一边只看到一个脸, 就是奥巴马, 但在另一边, 我看到的是一群人, 他们都是穿着西装的非常邪恶的富人, 带着金饰, 样子非常富有, 有些人是秃头, 两侧有头发。 我看到他们都是年纪较大的男人, 不是年轻人。 然后主向我展示了乌克兰, 以及他们为战争印刷的钱, 他们正在用这些钱做一些事情, 我不能详细描述。 他们知道经济将要发生什么, 正在用这些钱做准备。 在这件事情上有很多腐败, 没有任何问责, 背后隐藏着故意的议程。 主向我展示了这一点, 这与欧洲有关, 而且我看到这一切延伸到了莫斯科, 非常隐秘。 然后主对我说, 过去几周你与许多人交流, 包括一些YouTuber, 他们的心离我很远。 他们以为自己没问题, 以为自己听到了我的声音, 但有些你最近谈过的人, 可能在一天之内就会破产。 他们会醒来, 发现自己曾经以为储存下来的一切 都在一瞬间失去了, 因为他们没有听从我的指示。 然后他说, Brandon, 我已经呼召你了, 这是我对你说的, 我呼召你, 现在与众不同。 我呼召你来寻求我, 我是你生命的第一位。 现在是时候与世俗的分心事物断绝联系, 回到基督教的基础与根本。 停止在这些不同的分心事物间摇摆, 切断他们来寻求我, 因为未来的日子里, 你将需要更多的依靠我, 而不是依靠你自己, 如果你在父神的脚下停留不够长, 你不会成功。 你必须全心全意投入, 不能一只脚踏在世界里, 一只脚踏在基督里。 你必须全身心投入, 我想说的是, 我被赋予了一种恩高, 可以以一种世界不熟悉的方式来作用。 YouTube一切都是为了神的荣耀。 我被赋予了一种恩高, 可以祷告并聆听他的声音, 以一种世界不熟悉的方式, 一切都是为了神的荣耀。 无论你做什么, 都要为了神的荣耀。 这不是关于我, 不是关于别人, 而是关于耶稣。 这就是为什么我昨天发布了那个视频。 他说, Brandon, 我今天要你发布这个视频, 明天我要你发布它。 是我在掌控你的频道, 还是你? 我说, 主, 是你, 我会按照你告诉我的去做。 我说, 这可能不会受欢迎。 他说, 我不在乎, 我呼召你不是为了交朋友, 我呼召你是为了祷告, 为了分别为圣病聆听我, 所以我会按照他告诉我的去做。 今天, 他警告我要告诉你们, 一场巨大的震动即将到来, 希望你们已经做好准备。 我不知道确切的时间, 但我知道他说他会为他 心爱的子民提供, 他会照顾他的新娘, 他会照顾那些为他分别出来的人。 如果你每天都在寻求他, 而不仅仅是星期天, 你会听到他对你和你家人未来的指引。 如果你需要搬迁, 我告诉过你们, 我看到了大量人口迁移的景象, 人们离开大城市, 离开那些腐败的小镇, 去寻找避难的地方, 为即将到来的事情做准备。 我并不是要吓唬任何人, 因为你可能没有条件去搬家, 但我真心相信, 如果你在寻求神, 他会把你带到你应该去的地方, 并且他会以超自然的方式为你提供所需。 因此, 今天我想鼓励大家不要放弃对神的信仰, 因为他说过他会为他的子民提供。 当黑暗降临时, 圣经里提到以色列的子民在戈尔山时, 埃及和戈尔之间有一条分界线, 黑暗深沉到你可以感受到它。 我不知道你能感受到多么深的黑暗, 但那种黑暗是如此深沉, 以至于你能感受到它。 主向我展示, 这将是一个类似的情况, 世界上的黑暗会非常深沉, 而基督徒的光明会非常明亮, 我们将会显得与众不同, 我们将会成为光和眼。 人们将会因为绝望而前来复兴, 他们不知道即将发生的事情, 但如果你能听到圣灵的声音, 它会引导你进入一切事情, 并向你展示即将到来的事, 你不会措手不及, 你会成为头而不视为, 会居上不居下, 生命继二。 八章, 所有这些经文都是为你而写的, 敌人会看到你是奉主的名而来的, 并且会畏惧你。 我相信这是我们发光的时刻, 因为光已经来到, 主的荣耀在你身上升起。 如果你愿意在这些末后的日子里, 让它在你身上发光, 如果你愿意在它的圣洁临在和荣耀中行走, 通过爱你的弟兄来生活, 我全心相信, 我们将会迎来史上最大的灵魂收割。 但是, 现在还不是我们被提走的时间, 因为他说这是一声最后的呼唤。 你愿意帮助我收割灵魂吗? 你愿意在地上成为他的手和脚, 去告诉人们耶稣基督正在回来吗? 就像施洗约翰第一次告诉人们他要来一样, 你愿意在这些最后的时刻成为那个声音, 告诉这一代人耶稣基督正在回来, 并且他是为他们而来吗? 他不愿任何一人沉沦, 但愿所有人都悔改归向他。 你今天愿意服侍他吗? 你愿意跟随耶稣, 准备好你的船, 准备好你的家, 为主为你预备的事情吗? 每个人的情况可能都不同, 就像我说的, 每个人的处境都是不同的。 但女士们先生们, 我毫无疑问地知道, 神会带来最后的一次推荐, 因为他是一位怜悯的神。 有人说会有一次大规模的离弃, 我从未否认过这一点。 当这发生时, 会有许多人曾经称他为主, 主的人转离他, 并因经历艰难而愤怒。 许多人会称之为大灾难, 但这并不是大灾难。 他说, 我永远不会离弃你, 也永远不会抛弃你, 直到世界的末了, 他会永远与我们同在。 他不会抛弃你, 也不会离开你, 但这需要你不再生活在最终, 每天与他同行, 与他一起坐在天上掌权。 你必须学会如何就做, 必须学会每天扶在他脚前聆听他。 如果乌鸦能为以利亚送来食物, 如果他们能照顾寡妇, 如果他能照顾田野里的百合, 如果他能照顾麻雀, 且知道他们的一切, 难道他不更会照顾你吗? 他会更好地照顾你, 但你必须学会如何现在就聆听他。 如果他曾照顾乔治, 穆勒, 照顾孤儿们, 难道他不会更好地照顾你吗? 我想让你找到一本书, 叫做《乔治·华盛顿·卡夫与花对话》的人。 我想让你去找这本书, 它在亚马逊上有卖, eBay上可能也有一些你们的Barnsand, Noble书店可能也有。 找到这本书, 反复阅读这本书。 乔治·华盛顿·卡夫, 它会改变你的生活。 它和花对话, 它和花生对话, 但它每天早晨都和我们伟大的创造者, 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对话。 我每天早晨都会寻求他, 你可以随时随地祷告, 不必非得在早上, 我只是随时随地在寻求他, 与他保持关系。 当你对神真实时, 神也会对你真实。 所以, 今天我想鼓励大家, 这不是一声恐惧的呼唤, 而是一声祷告的呼唤, 让自己准备好, 在这些末后的日子里, 为迷失的人提供福物, 因为耶稣将带来一场灵魂的收割, 但他必须引起他们的注意, 而现在, 人们还没有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 这需要通过一次震动来唤醒人们, 记住这一点。 所以, 愿上帝祝福你们所有人, 让我今天为你们祈祷, 因为耶稣希望你们快乐, 希望你们找到他, 并与他建立新的关系。 父啊, 我感谢你, 主啊, 感谢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我为他们从头到脚, 祈求耶稣的宝血覆盖他们。 撒旦, 把你的手从神的产业上拿开, 我们奉耶稣的名, 祈求写的遮盖。 主啊,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为他们的生命制定了计划。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在你的话语中说过, 我们寻求你就会找到你, 我们敲门, 门就会为我们打开。 父啊, 我现在感谢你, 因为你在你的话语中说过, 因着你的鞭伤, 他们得了医治。 我奉耶稣的名, 呼召他们的身体得到医治, 完全和康复。 我掌控一切疾病与病痛, 我掌控缺乏, 我掌控不够和勉强维持生计的情况。 我们宣告他们在城市里和田野中都蒙福, 无论进出都蒙福。 父啊, 我感谢你, 因为他们的身体是健康的, 完整的, 无论是癌症, 糖尿病, 心脏病, 还是其他任何疾病, 腹啊, 不论是什么病痛, 我们宣告他们的身体得到医治, 完全和康复。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在加拉太书3点13分钟说到, 基督已经赎回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已经赎回我们脱离了那咒诅, 我们不再处于咒诅之下。 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救, 得医治, 得完全, 因为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受了一切, 我们不再需要处于那咒诅之下。 主啊, 我为他。 闷得婚姻祈祷, 祈求婚姻得到复兴, 家庭得到复兴。 我呼召迷途的孩子们回家, 我呼召不信的丈夫得救和被释放, 我呼召他们的妻子得救和被释放。 主啊, 我感谢你, 因为所有还未重生的人都会感受到心灵的牵引, 他们会感受到呼召, 今天就来到耶稣面前。 主啊, 我们感谢你, 因为今天是救恩的日子, 今天是得释放的日子, 今天是你要解救他们的日子。 我们感谢你, 因为他们从捆绑中得解脱, 从创伤后应急障碍中得解脱, 我们奉耶稣的名呼召他们得解脱, 我们宣告他们的思想, 从折磨他们的灵中得自由。 主啊,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解救了他们, 你来到世上是为了让被掳的得自由, 摆脱一切诚意, 无论是酒精、 烟草、 毒品、 色情、 情欲还是其他任何东西, 你来到世上是为了让被掳的得自由。 所以, 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被儿子释放的人是真正自由的, 我们感谢你,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得到了自由。 我们将一切荣耀, 尊贵和赞美都归于你, 感谢你让他们得到了释放, 感谢你的荣耀在他们生命中的显现。 我们呼求平安的显现, 呼求喜乐的显现, 奉耶稣的名, 呼求这些显现现在就临到他们身上。 那些被抑郁捆绑的人将从抑郁中得自由, 那些被精神分裂症和恶魔攻击捆绑的人。 父啊, 我们感谢你, 因为他们奉耶稣的名得自由。 主啊,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为他们的生命制定了计划。 主啊, 我们爱你, 将一切荣耀, 尊贵和赞美都归于你。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赐给我们那超越我们理解的平安, 赐给耶路撒冷和本杰明, 内塔尼亚湖平安, 求你引领他。 我们也为拜登和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祈祷, 主啊,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说要为我们的领袖祷告, 我们感谢你, 祈求他们能够转向你, 找到你不至于毁灭。 父啊, 我感谢你, 因为他们今天会认识主耶稣基督, 求你引领我们的领袖, 帮助他们。 父啊, 我们为参议院和众议院, 以及所有国会议员祷告, 感谢你让他们能够与你相遇, 愿他们能像保罗一样, 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你。 主啊,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会在他们生命中, 进行一次震动, 唤醒他们, 让他们看到自己是否走在错误的道路上。 我感谢你, 主啊, 求你带领他们归向你, 奉耶稣的名, 我们祈求将遮住他们眼睛的帕子除去, 使他们能够看见, 听见圣灵在说什么。 主啊, 我们现在就为此感谢你, 奉耶稣的名, 我们呼求怜悯临到这个伟大的国家, 美国。 主啊, 我们感谢你, 因为在你向我展示的即将到来的经济震动中, 我们都会得到供应。 世界处于最糟糕的境地时, 我们却处于最佳状态, 因为耶稣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不会因所见所闻而动摇。 我不相信我们会经历经济危机, 所以我们将一切荣耀, 尊贵和赞美都归于你, 奉耶稣的名。 希望今天的祷告能祝福到你们。 我尽可能地涵盖了所有我所能看到的和感受到的内容。 所以, 请你们脸上带着微笑, 心中带着歌声, 因为耶稣非常爱你们。 你们在帮助我们成长, 向全世界传达即将发生的事情, 让人们知道耶稣即将回来, 耶稣即将回来。 请你们脸上带着微笑, 心中带着歌声, 因为耶稣非常爱你们, 我们也爱你们。 下次再见, 上帝保佑你们, 愿你们有美好的一天, 再见。